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生活专业它其实是像刚才所说是新生活报的专属脸书专业 它创立于2016年是为了跟上时代的脚步 给独友们给观众们带来更及时更快速的更新 当然还有最第一时间的互动 你有什么问题 编辑可以直接回答你 这种最直接的互动都是传统媒体所不能够给予的 所以在2016年他们就创办了这个 爱生活的专业 至于新生活报历史就更有久了 比我的年纪还要大 它是1972年所创刊的三字刊 现在已经转型成周刊 就是每个星期六 它会有新的一期 一星期只有一期 如今内容加倍 除了过往包容万象民俗 比较娱乐性民俗 还有一些风俗的新闻跟课题之外 如今也有政治时事的部分 它把政治时事部分也加入到了新生活报之中 所以现在新生活报内容加倍 虽然从三日刊变成周刊 但内容加倍 一家大小都绝对能够找得到 你想要看的东西 所以绝对值得大家的支持 在这里也呼吁大家记得订阅 如果经济能力许可 然后你又有看报纸的习惯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新生活报 还有点赞我们的iLifePost 爱生活专业 马来西亚办纸媒非常不容易 尤其是中文纸媒 大家记得能力许可的话 支持一下我们的新生活报 支持一下我们的iLifePost专业 而当然我们这次的直播 每一次新生活报的直播 包括我们这个正经八百的直播 也会在南洋三报 也就是新生活报的姐妹报 南洋三报的平台 他们的专业里面播出 所以大家也可以点赞一下 我们的新生南洋三报的专业 说完开场白之后 现在就邀请我们重量级的嘉宾 刚才说了嘛 谈14讲人话会请两位嘉宾 临场来直接跟大家点评 过去一个礼拜 最热烈 最HOT 最引人讨论的三个14课题 很明显 一位主讲人是我 另一位主讲人 就是现在要介绍的 我们的龙耀福 龙哥 他是DJ 也是14评论员 然后更重要的 他是我们新生活报 震惊八百的 震惊八百直播的开国工程 可以讲 没有龙哥 这个震惊八百直播 肯定不会走得像这样顺利 大家应该有看到 iLive Post的宣传图 我们的震惊八百直播 已经突破100万人次的观看 100万人次 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所以在这里也隆重欢迎我们的龙哥出场 感谢伟翔 这个真的是一个刀高的大帽子 没有伟翔的支持跟衬托跟推 这个助力的话 我相信以我这样子的样子 实在很难可以有这样的号召力 绝对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绝对是整个团队 还有伟翔的非常精彩的一个 每次都是很精彩的一个前沿 那伟翔今天我们要讲什么东西 今天有三个由华哥竞选的主题 龙哥刚才是谦虚 大家不要给他骗 三个最热门的讲题 第一个就是全程热议的1万令吉发单 第二个是行动党党选 第三个是在野领袖 五位领袖他们签署一个文告 促请安华停止进行盗贼政治 跟盗贼合作 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一个讲题 就由龙哥先开始吧 全程热议1万法单 龙哥你怎么看 是的 现在全程最热议的应该是 不怕万亿 只怕1万的这个法单了 老实说 讲真的一句话 我可能今天凭这个课题的时候 就顺不到大家的那个意思 就不要怪我 但是我真的是有话直说 那如果你不要这个执法人员去执法的话 那这样你该怎么样做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来的 我不是站在执法者 但是去执法去给罚单 你也骂 不给罚单 病情严重的话 你也骂 这样究竟你要这个执法者怎么做呢 那首先大家要看这个数据先 真正的来第一批的那个疫苗啊 其实我们还在抗争的状态中 大家不要去放弃 我们才在第一个阶段 罢了 我们是在2月24号才来第一阶段的疫苗接种 到4月 现在还是3月多罢了 到4月 才50万啊 就是500千的前线人员 才可以接种到 现在目前它的进展是到30到40万的这个人数 那换句话说 我国人口有3200万 可能你不明白 3200了 我们就当作是 只有50个人 现在还在打着疫苗 还有着2800多个人 还没有打 但是我们整个局势 你看到车水马龙的状况 happy hour shopping mall 然后又要大家朝着拜祖先 当然那我也明白 我也是有祖先要拜 大家不要骂我啊 不是因为我不笑的关系 但是你算下那个 那个那个数据 其实是还没有到达那个 让你安心放心的 那个地步来的 那作为这个执法人员 他真的是有这个责任 去执法 ok 那现在民众争议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东西 其实你是怨恨吗 怨恨这个执法人员吗 审死官吗 但是不是这样子的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也要明白 这个还是有很多的高风险群 还有这些我们的一些身边的家人朋友 还有整2800多万人 其实还没有接那个疫苗 那个病毒也没有突然间不见 他只是潜伏而已 并没有说疫情已经好了 这样我可能讲的话 可能有点比较hush了一点点 这个韦翔你有什么看法吗 绝对同意龙哥所说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感觉我们从4000 3000 2000 现在1000多 有一天才一点跌到三位数 1000多 大家就觉得 整个疫情已经过去了 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龙哥讲得很对 大家还记得去年3月 我们第一次的MCO的时候 当时是多少人确诊吗 当时其实是100多个人 我们就已经推行MCO了 全国如零大敌 现在是1000多个人 每天都还1000多个人 意味着 每个月就有3万人 每个月就有3万人在确诊 所以这个病情是很严重的 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然后这个1万的课题 其实 老实讲 它的问题是处在哪里 第一 因为我们1988年 抗疫法令 就是 好像有杂音 这个杂音是我这里来 还是 是龙哥 还是我这里来 不要管他了 这个1988年法令 其实他是定了罚款 1000块 所以他是一个国会 所制定的法令 你开罚单 你就必须跟着这个法令 你compound 你不能超过 compound就是 你做错事情了 我开罚单给你 这个罚单 传票通常是要上法庭的 但是在这个罚单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 如果你很不幸的 拿到这个SOB的 summon的话 就是传票的话 你可以看 它会有一个column写 manawakan compound smanya 多少钱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你只要认错 我们offer你 你只要还300块 还1000块 还多少钱 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用上法庭 不用浪费你的时间 不用千里条条 去到法庭去等 所以这个是compound的目的 所以1988年法令 它是定下了 不超过1000块的compound 意味着执法人员 可以1000最高 或以下的compound金额 他可以offer 就是manawakan 在这个summon里面 而政府 他第一个引人诟病的地方 就是他现在 一下子调高10倍 首先你调高10倍 你要有justification 为什么一次过调高10倍 难道1988年到现在的 233年的时间 我们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吗 很显然并没有 人均收入有提高 但是没有提高到10倍 这样子吓人的地步 所以你要提高到10倍 你等于是从 指明国民的口袋拿钱 你必须要给你的依据 你不能随便说 你要通过就通过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现在通过 你修改一个国会 所制定的法律 就是1988年抗议法令 你要修改这个法令 是国会通过的 但是你现在修改 你在紧急状态之下修改 你直接绕过了国会 由行政单位 就是由内阁朝你一个修改方案 直接就交给元首 盖章就颁布宪报 所以整个过程 是没有民意参与在里面 没有民意 你就要做到 跟大众跟国民解释的责任 讲解的责任 你也没有做到 所以人民会不满 这点是很明显的 然后第二点 是大家最生气的 包括我最生气的 是这1万块罚款 你绝对可以罚1万块 因为有些人确实是明顽不灵 有些人是1万块 对他是一根脚毛 有这样子的人 所以他不怕 这个1千块的罚款 你要1万块 可能才有用 但是政府从提高 这个恐怕金额 到现在 每天一变 在还3月11号 是生效的日期 在生效日期之前 我们看到总警长 我们看到沙比利 我们看到各区的警官 他们都有出来讲 我们不会 你不需要怕 你不用怕 你第一次 你忘记戴一个口罩 我们就开1万块的罚款给你 没有这样子的事 他说 出犯者 我们还只是罚1千 重犯 严重犯的 我们才罚1万 OK很好 但真正实行起来 没有这样子 他一律都开1万块 我们看到有些只是把口罩拿过来 有些很紧急去买药 忘了scan 或者是一个人在路上走 旁边没有人 忘了戴口罩 就中1万块 所以这个是政府本身的问题 他根本没有企划好 没有计划好 就仓促推出 然后执法的跟立法的 立法讲的是可以分层次 然后执法的讲 没有 我们只有权限开1万块 所以你根本都没有讲清楚 这个是最令人生气的地方 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都做不好 而且当然现在政府 又出新的 pattern了 他说1,500 然后现在一开始是1,500 只有去夜店 他们针对夜店 其实我们到现在 没有看过有cluster夜店 cluster pub cluster spa cluster什么 这些全部没有 但他们就针对这些地方 That's right 不用紧 你有这个立法权 现在紧急状态 我们能质疑 只要1,500块 然后开头 首七天 我没有记错的 开头签 你可以扣50% 之后扣25% 14天扣25% 之后就没有扣 这个OK 所以你现在推出这样子的情况 证明了什么 证明你一开始推出的 你之前在推出那些 你说可以分层次 看你的罪行 你根本就是在讲片话 为什么我说在讲片话 因为很简单 任何人有收过传票 像我刚才说 它上面是写 Manawa 既然抓你的人 已经Manawa 干一个 其他的部门 要怎样修改 这个 是不能的 你either取消罚单 你不能够 直接 这样子进行 或是 出一个 特定时间内 全部扣一半 这些经常都有 市议会经常都会扣 传一万 这样子OK 但是你个别案例 要去卫生局 卫生线署 叫他们之后 他们是没有那个办法 没有那个门路 去来entertain你的折扣的 所以很明显 之前这些高官 这些警官 讲了片话 他忽悠人民 他推行一个 自己都不了解的法律 他们仓促推行 这是第一个错误 绕过国会 这个是第二个错误 第三 他们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信口词黄 随便就忽悠 第四 然后还死不论错 还一直在悠转悠转 像今天出现 前天出现五块的这个东西 已经是第四次 这个政府最大的问题 也最让人想当 是的 我是认同说这个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这个是一个 名不正 言不顺的一个法令 毕竟它是通过紧急法令 来做这个罚单的 来开出这个罚单 它的确是有它先天性的 这个 缺陷在里面 但是无论如何 我还是认同说 这个法律 应该是要一视同仁 然后大家要严格的去执法 并不能双重的标准 那在执法人员 在这件事情上 我也认同刚才伟翔所说的 第一 就是他们 这个准备的功夫 非常的不充足 一下子连这个罚款的 那个数目也搞不清楚 从当初的1500 然后又变成1000 然后变成1500 然后突然间又变成 这个1万的情况下 其实它在11天生效的罚款 早在三个星期前 已经在线报里面那边 颁布了的 那这些细节应该是 反复的推敲了的 那怎么知道 却在最后的时候 的确是 我认同你的 就是沟通真的很不良 虽然是沟通很不良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也觉得非常争议的一点 就是他的罚款 那像我们就认为说 这些罚款应该是要去 严格的执行 只要一视同仁 执法人 站稳他自己的立场 OK 那其实是没有问题 但是突然间就是 我们有太多政治的因素 搞到last minute 又有这个discount carnival 我最讨厌的东西 就是罚款居然整天都会有discount carnival 突然间就变成 这个有优惠 有discount 我觉得我每次在看到这些罚单 有这些discount carnival的时候 我以为是双十一淘宝天猫 正在做的大处啊 大哥 原来我们的法律 也可以这样子来玩的 玩discount跟promotion 那你是不是让到我很想去犯罪了 或者是触犯这个法律 因为有discount哦 OK 所以这是很不合情合理的 违法在先被惩罚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这句话很多人听到来可能是觉得不舒服的 但是说真的 如果有一天我去违法了 但是被惩罚的时候 我却想办法去闪过 然后为自己找出那个理由说 这个罚款是不合理的 甚至有自己的执法的政党啊 他们也会在那边捞取各种的政治利益 他们就站出来说 啊 这些民众 谁中了一万块的罚单 我们为你申诉 我们为你上诉 这样子的情况 去捞这种政治利益的东西 不管是在潮在野 这个是很神奇的 连在潮的 他自己也站出来 反而不是做好自己执法的工作 所以我们现在 你讲 潮也其实已经很模糊 很blur的一个路线来着 大家都好像对着官 执法的官员要怎么样呢 他是做工的 他是政府 他是效忠这个政府 他是一个 应该是要去 严格去执行这个法律 而不是carnival 然后又有这些VIP 跟他撑腰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法律 一直以来都是 sini boon bole sana boon bole esok boon bole beesok boon bole 这个就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核心问题 刚才我网络不好 所以我下线了 再上来一下 我有听到龙哥后半段 我很同意 就是这个 discount carnival 像龙哥所想的 双十一 你其实就是变相 鼓励大家不要还钱 再等你这个carnival来 我找还 我奉公守法 等于我 广东话 有一句话叫 龙哥应该会讲 我会讲广东话 我就是最傻的那个人 我乖乖在你没有给我discount 我就第一时间去还 所以你不傻 你不傻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讲一下 这个罚单其实真正 你要罚的并不是我们人民 绝大部分的人民都没有钱 都很怕死 都很怕被抓 很怕上法庭 这是肯定的 我们人均的收入 像一个大学生刚毕业 才两千多块的薪水 才两千多块的薪水 你罚一万块 难道还不中吗 真正觉得不中 对 真正觉得不中 觉得怕的人 不怕的人是谁 是这些高官 这些富豪 而最可悲的是 我们看到这些高官 就偏偏是不遵守的人 而他们不遵守 却什么问题都没有 这个才是让人民感动 最切身之痛 最感受到不满的地方 因为你双重标准 你明明比我们有钱 你却不用罚 这个一万块的罚款 我们穷到半死 你却要我们罚 像今天那集 他去吃一个著名的海南鸡饭 没有scan 没有事情 魏家祥 还有 Zahid Hamidi 乌统的主席 这些人 他们去Negeri Sbilan 去参加一个国会议员 嫁女儿的婚宴 没有social distancing 然后大家跨州去参加 然后你看到现在 也没有什么人 border出来道歉 说我错了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才是 最让人生气 最让人伤心的地方 是的 我们要提醒一下 没有的 我们要提醒我们的 各位观众 参与我们的这个 投选的调查 给出你们的意见 大家投票一下 OK 谢谢支持一下 好的 我们进入了第二个课题 这个我真的是很想听 韦翔去论述一下的 韦翔对行动感是 又爱又恨的一个 前行动党支持者吗 还是现任支持者 我还是支持西门 如果龙哥问我 肯定现在还是支持西门 但如果他们真的 跟巫统合作 那就可能要思考一下了 等一下我们第三个讲题 会讲到这个了 对的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这个民主行动党的改选 那韦翔你什么看法 第二个讲题是行动党的党选 这个其实我 因为我很多朋友 尤其是我大学 又参加辩论 又参加学运 又参加华文学会 所以几乎我的学长姐 或者是学弟妹 都参加了政治 当然大多数是进行动党 少部分进公正党 然后一些马来同胞 有进回教党的 有进巫统的 很少有去进马华了 但也有 像吴建兰就是我的学长 所以很大部分都跑去行动党 包括我 我一直有学家 学专栏 所以一直有收到很多的风 当然我无法证实 但收到很多的风 所以行动党的党选 其实是有一点 也不算内幕 因为既然是风 这个风不可能只吹到我 可能大家都有吹到 所以我想讲一下 这个行动党的党选 当然首先是上个星期天 霹雳州 应该是行动党 这么多个州的党选里面 最激烈的党选了 15个名额 州委会的名额 只有15个 刚刚好30个人竞选 然后他们30个人竞选 是有完整的菜单 尼可敏的派系 就是现任主席 尼可敏的派系 15人 然后苏建祥跟副秘书长 古拉的派系 也15人 所以完全没有多 没有什么第三势力 没有什么枝枝结结 就是两个派系正面交锋 当然 霹雳州这个很竞争激烈的党选 完全不出乎意料 完全不出乎意料 由尼可敏大胜 由尼可敏大胜 因为确实 如果你只是看 霹雳州的政绩 只是看行动党 你什么都不要看 你看单单行动党 你必须说 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霹雳州行动党 做得很好 连续三届大选全胜 而且都是以很高的得票数 来胜出 然后他的党员人数 他开办的支部人数 在过去几年也翻了一倍 大家可以看一下 2008年 尼可汉差一点输掉 这个党选的时候 2008年的党选 当时只有300多个人 投票 现在已经提升了 七倍 2000多个人投票 符合资格有2000多个人 投票的1700多人 所以党员人数急剧增加 然后战绩也非常的好 两次执政 当然也两次丢失政权 这个是反对派他们的攻击 所以它是一个很激烈的党选 然后我看到这一场党选之后 很多人说对行动党很失望 因为行动党的党选 这么搞到像马华这样 差一点就来全五行 全五行还是全五行 我差一点就要打架 当天11点就有很多人 发信息给我 洪律师外面要打架了 我就发给现场的 我有几个朋友 他们有在那边要准备投票 我就说外面听说要打架了 真的吗 他们说不知道 我们在里面 我坐很靠近台 不靠近门 所以他也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很失望 然后又有幽灵选民的攻击 或者是不跟随 这个既定程序的攻击 当然这点是让人失望 所以一个鼓吹改革 民主进步的政党 你出现这些 貌似不公平的地方 因为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must also seen to be done justice必须被看到 而不是做到而已 所以当你会出现这样子的争议 正义就没有被看到 所以这点确实我们应该感到一点点失望 但是你说他已经跟马华一样 又没有到那个地步 马华的百万党员 他有多少幽灵党员 这就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基本上以前马华执政的时候 你参加什么活动 他们就把你的IC复印起来 一起交去申请 这个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所以马华最近也一直在清理 他们的党员策 这是一个好事 我们必须给他credit 但行动党你说他到那个地步 还没有了 至少你看这一次的冲突 没有打架 不像马卿 一只飞来飞去 翁思杰那一场大会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然后 苏建祥古拉的派系 他们不满这一次的党选 当然有党就有派 有派就会有分歧 这是很正常的 陈独秀毛泽东讲过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所以党内分派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有了派系 意见不一样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在这里 苏建祥他们抨击这种舞弊 很可惜到现在 没有什么实质的证据 他们提不出任何实质的证据 苏建祥也已经道歉了 所以你说尼可敏有舞弊 至少这一点还没有被证明 所以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然后这个星期的 槟城行动党党选 我等一下才讲 这个就有一点内幕要分享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内幕 可能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 但我会分享一下 我所收到的这些内幕 我就先交给龙哥 等一下我才讲行动党 这个星期天 槟城行动党的党选 哇这个内幕我们真的是要洗耳恭听一下子 不过讲到评论这个政党的政治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 如果你是长期研究这种政治组织的 不管它是执政党还是非执政党 那其实我要引述这个政治学的一个很权威的教授 叫做布诺斯布诺 那他提出的一个理论 其实是相当符合现在的这个民主架构 其实所谓的民主 尤其是党选 它是一个formula 那个领导人 他只要维持那个胜利联盟的那个小 那个少数 他就能维持自己的权力 那怎么说 换句话说 他只要去计算一下 计算一下 他需要获得多少个人的支持 就可以保住他的权力 这个是政党政治的一个生态来的 他设计的是一个参与的人数很少 很小的投票小联盟 OK 但是这个小联盟却可以影响整个政局 甚至国家的一个发展 如果他是一个执政党的话 那就算他不是一个执政党 像行动党这样子的情况 他的国会人数也是远远有那个很大的那个影响力 所以我们当看到党选的时候 我们就要了解这个组织的权力架构 他是怎样选出那个最有power的主席 他是怎样选出来的 那他们的就是一个 这个当然我要引述的是这个政治学的教授 布洛斯布洛 OK 大家可以看他的那本书 叫做独裁者手册 OK 这个是指明道姓 说政党的政治 你必须去了解他的权力架构 你才能明白这些人在玩着什么游戏 不管他是在朝还是在野 在这里我只是提出来 给大家有一个审视的空间 不管他是在朝在野 我们都要认清楚他们现在去做这个党选的动作 并不是他们要争取的对象的支持 并不是你跟我 不是选民 因为一般外面的选民根本是没有影响到他的这个 胜算的 OK 他要争取的对象是他的那个联盟 那个小圈子 OK 所以这个我们可能要认清楚政党政治跟一般的大选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只有认清楚了过后 我们的民主才是真正的开始 对 龙哥讲的就是党 党意跟民意不相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其实党派政治 他像龙哥所讲 就是一小撮人的利益 其实就是他们的党意 他很多时候跟民意是不一样的 所以 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 所以孔子以前两三千年前 当然那时还没有民主政党 他就已经说君子不党 为什么说君子不党 他这个党当然不是说政党 但他这个党是说一群人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党派的情况 为什么说君子不党 君子不要去结党成群 因为道理很简单 你结了党之后 像我跟龙哥组成一个人民最大党 我一定要站在龙哥的背后 龙哥做错 我一定要support他 不然我们找两个党来 除非龙哥真的做到我support不了的事情了 那我才放弃他 党派政治就是这样子 他变相变成了一个我们怎么说 就是你帮我 我帮你关治两个口 我们的利益是一样的 我们的认识这么久 我们的想法大多数是一样的 所以我要backup你 不管你对错 我们先backup你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荒谬的事情 像最近Xavier前水务部长 他退出公正党 他在退出公正党之前 公正党全部backup他说 这个是一个政治迫害 他一退出就说 他肯定是贪污了 你看从政治迫害到变成贪污腐败 他的差别是什么 他的党身份换了 他是公正党党员 不是公正党党员 所以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 你不能用党的属性来看一个人是好人坏人 同样的之前杨主强霹雳州的行政议员杨主强 他涉嫌强奸的时候 行动党党员拿着横幅去成员带血 说我们支持杨主强 杨主强一退出行动党 就说他肯定是一个强奸犯 这是很错的事情 大家不要犯下这种党义大过敏意 把党义掩盖一切的情况 这是不对的 然后我们回到荣克 很期待的就是行动党兵州的党选 其实行动党兵州党选 他不像霹雳州的党选 这么党派分明 为什么 因为霹雳州的领袖 霹雳州的党主席是曹关雲 曹关雄是一个比较冷漠 比较不会得罪人 你把他跟林冠英比较一下就值得了 林冠英2018年之前做兵州首长 之后是曹关雄做 只要了解他们两个人的任何人 都可以比较得出两者的风格差别在哪里 一个是很强势很强硬 好像战斗机一样 动机一样的 非常强硬 然后当然强硬的潜台词是什么 独裁 所以他会很强势的领导 而曹关雄是一个比较包容的领导 比较包容性 然后没有那么多人脚 不会一直去撩人打架 去跟人家吵架 不会 他不满你 他也不会当面吵架你 当然我不是说曹关雄就比林冠英好 各有各的优点 各有各的缺点 强势 主导性强有他的好处 就是他的政策可以贯彻 然后底下的牛鬼蛇身 不敢 不敢这么多动作 因为惧怕这个强势领导人来对付他们 这是行动党员跟我讲的 林冠英其中一个 大家会信服他支持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强势 可以压下巫统的牛鬼蛇身 可以压下政府体制里面的牛鬼蛇身 所以有好处 当然他的坏处就是很容易得罪人 然后很多派系都称 而相反的 像曹关有这样子包容性的领袖 他就党内的分歧比较少 然后他个人的攻击也比较少 然后他树敌也比较少 所以推行他所要的东西比较容易达成 可以有朝野协商的空间 朝野协商的空间 但是就是不够强势 你给人软弱的形象 然后被架空的形象 拨脚牙的形象 所以行动党的党选其实是这样子 然后我刚才说我收到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行动党真正掌握执政资源的周数 是在哪里 就只是槟城 中央已经丢掉了 然后唯一一个由行动党担任首长 或者是周大臣的位置就是在槟城 所以槟城必定是行动党的敲头法 也是争夺权力 争夺的最凶的场所 而现在中央已经失去了权力之后 很多之前在槟城吃香喝辣 然后有中央的 他们就去中央继续吃更大的香 喝更大的辣的人 他们中央没有得吃了 他们又想要回来吃 这个比较小的吃香喝辣 所以林冠英的派系一直以来都动作很多 去年年尾到现在当选的这段时间都一直动作很多 包括Fairy 槟城 杜伦的撤销事件 他换成双体船 然后不载车 再摩托 再脚踏车 再载人 林冠英就利用这个事情来积累他的人气 多次来槟城来炒作这个课题 然后你可以发现其实这些Fairy 的课题 潮官有一次都没有参与在里面 他们不管是去搭最后一趟还是去示威拉横幅 潮官有都没有在里面 所以他没有明显的派系 但底下是暗流汹涌的 但是我之前就有讲过 其实槟城的党选派系纷争会不会冒出头来 其实是取决于潮官有 因为如果一个愿打 原来现在林冠英的派系要回潮 或者是他的爱将 他的人马 像沈志强青年部副部长 大家都知道 这也是公开的秘密 他是林冠英的头马 也不是头马 就是最大的爱将 他以前做中央的副部长 现在没有副部长做的 所以回到槟城这里 他也是这次有参选的 其中一个有力的进逐者 所以这些人回来 一个愿打一个愿来 如果潮官有他没有反叛 他没有反抗 他一直退让的话 那这个矛盾就不会被激化 同样的如果霹雳州党选 古拉跟苏建墙派系 他们退让 他们忍让尼可敏的话 那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冲突 所以在槟城 其实到现在 我之前就讲 如果潮官有他忍受 他可以接受林冠英的派系 回来的话 那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他底下的人 是不可能可以接受的 因为州就这么多 和尚本来在 中央吃香喝辣的和尚 现在来冰州吃 你作为首长 当然他们你的一份不会没有 但是其他 我跟着你吃饭的人 我们很可能就争不到饭了 所以他派系下面肯定会不满 但是他们缺少一个主星骨 缺少一个领头羊 所以他不会激化 所以 因为这次的冰州党选 派系并不是那么明显 因为邱光耀 不是邱光耀 曹官有他们有举棋 所以派系没有很明显 但是林派的菜单 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谁 而很吊诡的是 林派的菜单只提出了14位人选 14位人选 我大概讲几个比较出名 当然就是林冠英的妹妹 林慧英上议员 他也是宾州的秘书 然后沈志强 方美来 黄丽丽 Jadid Singh 这些都属于林派的子弟兵 但很吊诡的是 林派的菜单 他们所推出的人选 只有14个 所以他们只推出14个人选 而留下了一个空位 这一个空位是给谁 很明显就是要给曹官有 所以他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继续给你当首长 我们继续给你当州主席 因为选上来了之后会复选 我相信 只要曹官有进入15人中委会 他一样可以当州主席的 但是我们要拿 这个兵州行动党的主导权 所以现在 因为曹官有没有举旗 所以曹官有 他下面的子弟兵 其实有集结成一个反林派的 要跟林派争夺 但他的人不多 最主要就是三位 被视为非常的亲 曹官有 而且他们的利益 会给这个林派的人给拿走 如果林派的人真的涌过来 最主要就是杨顺兴 刘敬毅跟 还有一位是什么名字 我突然忘记了 这三个是比较明显 在曹官有派系 但是曹官有没有举旗啊 所以他们是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情况 然后还有一些第三势力 是以前林冠英派系的人 就是以前林冠英派系 或者是不满 被他们排挤在外的 一直以来都挤不进去 比较有势力的 就是罗黄联军 罗兴强 黄伟毅 黄 杰夫 当然他们都否认 说没有什么派系 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黄伟毅今天 他是我的学长 他今天也上了一个Facebook post 但他没有 他本来是林冠英的爱将 所以这一次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没有进入到林派的菜单里面 所以老实说 州主资秘书是最重要的一个职位 因为你要发出信函 你要成立支部 全部都要通过州主资秘书 而宾州的州主资秘书 州秘书就是由林慧英 林冠英的妹妹所进行 所以单凭这一点 老实讲 你问我的话 我相信他会重演霹雳州的情况 就是当权派 横扫 唯一的看点就是 曹官有会不会第一高票中选 还是低空飞过 因为他有可能会第一高票 因为围城必确 以前孙子兵法有讲你围城 你要留一个空位给人走 所以现在林派 他们也是用同样的情况 叫围城必确 就是15个席位 我们只竞选14个 推出14人菜单 剩下的一个位置 我们留给你曹官有 所以不要逼虎跳墙 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林派会不会去炒 不要给他太漂亮的通过 以免他积聚起自己的声势 这个又是另一回事的 所以唯一的观点就是看 曹官有会不会高票中选 这样子而已 龙哥你怎么看这个行动党兵州的当选 是的 讲起这个兵州的话 我们也不要忘记了这个雪州 昨日也是正式结束的提名 尤其是这个中央领袖的这个部分 雪州的资深领袖 然后都邓张青是正式退选了的 OK 他没有他的中委会的确是失色不少了 毕竟在能敢言敢怒对着当权派的 也只有邓张青这种豪气 他这种令对手很敬佩的一个人 那无论如何 下个星期或者是 或者是后个星期 他就会有一个中委会的候选人名单 就是中央的一个党政了 那会不会兴起一个大风浪 主要的焦点就是在这个陆选的中委有谁 因为从陆选里面的这些中委来看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接下来的复选 下一任最重要的秘书长是谁了 是谁了 对了 目前来讲 大家都是看到说 最有胜算的 最有出现的就是那几位 包括了这个陆赵福 这个尼克敏 这个还有这个托尼帕 刘振东 等等的这几名都是 这呼声非常高的 接任这个秘书长的位置 那其中也以这个陆赵福跟尼克敏 声势是最为浩大的 毕竟他们已经掌握了自己 州属 牢牢的掌控自己的票 那接下来就是看他们怎样子去交换票 对不起 这种这种政党的数 应该爆出来 OK 但是事实上 就是你要去看他们怎样子去玩 所以我讲党选 你要当作他是一场戏来看 因为毕竟他们要serve的人的利益 不是你 不是我 OK 我们就拿着爆米花来看 也不用为他们伤心 被记住来在那边哭包的那些 你也可以 就是说 胜者为王 就是政党的政治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接下来 周选了过后 这个行动党最好看的 就是接下来就是这个中委会 不过你从这个周选里面 已经可以看出了一些弥端 究竟谁已经在部署了 或者是哪一个党派 哪一个候选人 或者是谁的派系 已经开始显露出来 动作都做 动作 对 所以行动党的党选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其实像龙哥讲的很对 党选其实就是他们的小圈子的行为 党的方向 老实讲 行动党这几年来的方向 他们内部的论述之争 其实都没有改 有论述之争 但主流派都一直掌握着 这个方向的权势权 所以即便经过这次党选之后 老实讲 我蛮悲观的 也不认为会有巨大的改变 巨大的革新 即便林冠英肯定要卸下秘书长的职位 因为他已经三届九年 甚至他已经做了三届十六年 远超原本定下的九年情况 因为一直有出问题 然后中委会被取消又重选 然后因为大选而推迟 所以他是做超过这个情况 但是别忘了 以前林吉祥时代 行动党就有一个情况是 党不是看什么职位最大 是看林吉祥做哪里一个位置 哪里一个位置就最大 他做主席 主席最大 他做顾问 顾问最大 他做秘书长 当然秘书长本来就是一个最大的职位 所以秘书长就是最大的职位 所以林冠英也非常非常可能会延续这个情况下去 毕竟林冠英还是壮年 还是壮年 马哈迪九十三岁都可以当首相 林冠英至少如果他这样子 他还可以做财政部长 做多一个二十年都没问题 你好像暗示林冠英要做主席 你玩皮 我们有意说意啊龙哥 好的这个是开玩笑 我们就呼吁这个网民进行这个投选 投票 投票一下 支持一下我们这个民意的调查 待会在节目结束后我们就会公布这个成绩啊 然后我们现在就进入 等一下我们今天应该不会超时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就会公布成绩 然后我跟龙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看法 关于这个投票的看法 还有Q&A 可能两三个问题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环节 所以现在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讲题 相信大家都很想听的 就是五个党派的在野党第二代 第二线的领袖 联署促请安华停止拉拢盗贼 盗贼统治者 就是cryptocracy 其实就是讲纳吉 Zahid这些人 他们高调的说 因为安华开了一个记者会说 他还没有跟巫统合作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谈了 这个就是安华讲的 我不排除这个情况 但现在还没有成功 我们只是在谈着 这是安华要说的 所以五个青年终身带的领袖 他们就发声说 劝请安华 不要跟这些盗贼统治的人 结交合作 不要跟他们谈 龙哥你怎么看这个课题 这个我讲了 因为会得罪人家 但是我又忍不住要讲 我要得罪人家一下 人家就是喜欢 喜欢看你得罪人 龙哥 说起这个政治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说真的啦 站出来的这几个 这几个的争议知识 顾且就称它为争议知识 他们可能在党里面 也没有做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主流派 掌握党资源的 一个中关键人物 这个是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 在这么多的这个政党里面 尤其是现在下野了的这个西盟 我们就看下每一个政党 最容易被人家挖脚的政党 是哪一个政党呢 大家心里面都有输的那一种 最容易被挖脚的 那我们先看行动党 行动党有谁会要去挖他脚呢 的确是有的确是有 但是如果你在接下来再被挖走的可能性是也是非常的低了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毕竟是华人的政治主流还没有到达这个要去国盟的那个水准 OK 那接下来就是阿玛纳的这个政党 毕竟他是一个马来政党 而且他的生存空间是以这个一党 对抗一党作为这个生存空间的 OK 当然他的人也开始在松散的 OK 开始有这个跳草群舞的 那最挑到最厉害的草群舞的就是公正党 OK 那我们看了除了这个公正党的数位重要的领袖已经是跳草的过后 我们也看到这个其他的公正党的议员也开始有点这个跳草群舞的 跳这个草群舞的行动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那其实政客本来他们的本质就是制造权力跟保住权力 OK 那现在的情况是安华的公正党 公正党的安华没有办法保住这些权力 而这些权力已经是流失到其他人的手上 当人家掌握权力的时候 很多事情就很容易办了 OK 那同样的我要引述政治学专家布诺斯教授的一个理论 OK 那在保住政权是他讲的 在保住政权方面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通过税收 OK 买卖国家天然之源 或者是外国的金钱贷款 或者是援助 用这些钱来收卖自己的小圈子的一个联盟 你就可以保住你自己享有的权力 OK 我们对于这些不断保住权力的领袖来讲 你不能讲他坏 因为他本来政客的本质就是权力或者是没有权力 OK 他的核心支持者他自己的小联盟是给予他合法的统治权 我叫你逮楼你就是逮楼 但是我们这边全部不叫你逮楼了 你怎么办呢 他你站在他的角度去想的话 你就很容易把这个政治的根本看得很清楚 因为他就是要保着自己的权力 但是没有对错 因为每一个领袖都是这样 因为烧到的不是其他的领袖吗 其他领袖没有被烧到 真正被烧到的人算来算去也只有公正党的安华 所以他不断的站出来 说自己拥有足够的人数将要改天 将要变天这些东西 那最主要的其实也是在说服着自己的联盟 包括这个公正党内部还有他自己的同盟 因为你也看到行动党也开始跳草群舞 说可以跟巫统合作 那这一种是什么一种现象 这个就是制造权力 过后再要保着自己的权力 这个是很正常的 大家都经历过多次的大选 大家都是一个成人 对于政治来讲 他没错 他是管理大众的事情 不过他也牵涉到制造权力跟保住权力 所以当这些政治人都讲什么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回到其他的根本 其实很容易了解了 伟祥你又怎么看呢 确实 龙哥讲的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 现在公正党已经变成了国盟的Fixed Deposit 他要钱他要一元 Fixed Deposit是拿钱 我们要钱我们就去Fixed Deposit拿钱 而国盟要一元土团要一元 他就去公正党拿一元 所以他已经变成一个政治定存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情况 本来公正党是我国的第一大党 现在沦落成第三党 然后还是声势很低下 内部也不完整 安华自己都说他要去求 他要去呼吁他的女儿跟Rafizzi回来 然后他说他也承认他们确实对党的方向 党的领导层有不满 他会尝试说服他们 这是一个多卑微的情况 大家可以想一下 一个堂堂的公主竟然要这样子 而Rafizzi之前还大骂安华 你身边都是小人 你只相信小人 你不会代言实人 而Rafizzi这样子说 也很让大家其实很confused 为什么 因为之前阿兹敏大骂Rafizzi的时候 就说安华你不代言实人 你身边都是小人 当时他骂的是Rafizzi 现在Rafizzi又用回当时他的死级阿兹敏的话 来骂安华 但他这是现在说的人是不一样的 安华身边的安华boys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一次又一次这样子 第一次你可以说阿兹敏见阿兹敏有反骨 阿兹敏有野心 现在Rafizzi也这样子说 难道Rafizzi是有野心 Rafizzi是反骨吗 如果你这样子认为 那你就是带打脸你自己的 因为之前大家都说 Rafizzi对安华中心等等 所以大家要思考一下 问题到底在哪里 我讲直接一点就是 问题出在安华身上 为什么会有议员一直要走 像龙哥开始讲 连最稳固的行动党 也开始要卑微的 像我们一直都很支持的 YB路造福 其中一个口碑最好的 今天还直接说 公正党 武统 你敢来直接跟我们开会吗 我们可以谈 坐下来谈 为什么要退守到这样子 诚信党也是 本来是很稳固的 因为他们怎样都是一个 本来是要跟回教党 像龙哥所讲的 跟回教党竞争 以宗教论述为主 民族主义论述为辅的一个政党 所以他们的相信力是很强的 也有州议员退党 然后还给蒙党 公正党拉拢了五个州议员去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其实你的领头羊 都在那边不做事 霸着位置不拉死 霸着毛坑不拉死 不做事 我作为政治人物 你会心灰 你会义人 为什么 我们讲直接一点 参与政治的人 不管你是圣人 不管你是普通人 还是你是贱人 你参与政治 其实就为两个字 利益 两个字而已 没有其他东西 就是利益 你比较伟大 比较心怀天下的人 你的利益是什么 我的利益 当然是我个人的利益 但我个人的利益 是我的大利益 就是像大爱跟小爱 我要我活得好 我必须我周遭的人活得好 我的国家活得好 才可以 如果我独善其身 我自己很好 其他人全部很烂 那我也不会活得好 因为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攻击 各种各样的抨击出现 所以伟大的人 他心怀天下 他看的是国家 全民的利益 因为我的利益 小我的利益 就包在全民的利益里面 当然绝大部分的普通人 绝大部分那些 参与政治的人 他们为的利益是私利 自己本身的利益 跟身边人 亲戚 朋友 老婆 孩子 他们的利益 所以参政就是为了利益 不管是大利益 还是小利益 而你要获得利益 大利或小利 你要获得这个利益 前提是你要获得执政权 你要有权利握在手中 以前行动党 公正党 诚信党 回教党 他们没有尝过权利的职位 他们不知道权是这么爽的 这么好用的 可以这么好获取利益的 不管是为了理想的大利 还是为了私利的小利 你都要有权利 你才能做 所以当他们得到这样子的情况 就像你一个吃过糖的小孩子 像我儿子 我老婆是不给他吃糖的 所以他不会要糖 他不知道田原来是那么爽的 但你一给他尝试过一次吃糖 他就会一直要糖了 所以政治人物也是这样子 他们失去了权利 他们知道这个权利这么好 没有权利你会很惨 会被打压 会被对付 所以他们一直 寂寂盈盈的 要夺回这个权利 而可悲的是 他们所在的党 所在的联盟 根本都没有表现出 想要拿回权利的态势 连最基本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内部的分歧都解决不了 然后安华 我之前有讲过 应该跟龙哥 我还记得 那时是五驻 五次帮助国盟渡过难关 现在已经到了七驻了 包括 接任反对党领袖 进入独委会 二独的时候 不要站起来 安华九二三变天 对我记得是跟龙哥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是里面的政治人物 不管我是为了理想 我为了个人 我都是离开你是最好的 因为你给不到我希望 就像一个女人 她跟一个男人 给了你一次又一次机会 你还是在外面吃喝嫖毒 你没有照顾她 你没有做好你的本 久了这个女人也会走 如果这个女人走 你可以怪她 你说你太势利 因为我穷 你离开我吗 因为我没有钱 你离开我吗 当然她离开你是因为 你没有钱 但是你要想 给了你多少的机会 所以一样的 我们人民对政党的支持 虽然像刚才龙哥 一开始就问我 我还支持西蒙 还支持行动党 我还是支持 你问我 我直接说 我还是支持 但是当有一天 这些Voters 这些支持者 坚定的支持者 像我本身是有帮他们站台 有帮他们筹款的 都turn their back 背向着你的时候 你要思考一下到底问题是出在选民 出在你的支持者 出在这些议员 还是出在你的身上 当然我不否定这些议员跳槽 他们是为了 绝大部分为了个人的利益 但是为什么 为了个人的利益 他不能跟你在一起呢 很多人跟我说 因为国盟 因为慕尤丁 他有政权在手 所以他可以用利益来拉人 大家这一点是先入为主的错误 完全错误的perception 为什么 慕尤丁刚开始拉人的时候 他还没有掌握政权 他是从no way 跳出来就接掌这个权柄 他也是通过拉人的手段 拉了阿兹敏 拉了土团党的人 为什么 他可以拉这些人来跟着他 但他还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 因为他有给他们看到 我可以掌握政权的可能性 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同样的 安华你可以拉人 你也可以用利益来拉人 不管是大利还是小利 但你要给人看到 你有机会可以拿这个政权 所以是一个诞生机 鸡身蛋的情况 到底是你先 有人支持你 你才拿到政权 还是你有了政权 才可以拿到人支持你 这个是诞生机鸡身蛋的 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哎呦我离题讲了很长 关于乌统 我的看法很简单 乌统是不可能会跟公正党合作 不会跟行动党合作的 道理很简单 跟行动党合作 死敌死路一条 不可能的 跟公正党合作 也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 你跟公正党竞选六七十个席位 在大选 国会议席 乌统竞选一百二十个席位 两个加起来就已经一百九十多个席位了 所以 如果他们两个要竞选 必定 乌统要至少让出四五十个席位给公正党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 如果乌统愿意让习 他不会让给土团党 他让给你公正党什么 你公正党比较香吗 我现在已经跟土团合作者已经谈好 而且我们可以用种族 用宗教来包装 我跟你合作 我不能这样子包装 而我还要让席位给你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两党是不可能合作 但最可悲的是 在这不可能合作的情况下 西蒙一方却一直认为他们可以合作 所以就演出了这些荒唐的一幕 这个是最令人生气的 龙哥 交回给你 是的我们的时间 这个节目的好看之处就是尾翔非常有话之说的一种说法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调查的一个结果 成绩 成绩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成绩 麻烦的这个 华哥 调查的结果 我们来展示出来 我还没有收到华哥发来的 还没有收到 那这样的话 华哥应该睡着了吧 那我补充一点 我补充一点就是刚才龙哥有讲到很多议员跳槽 尤其是公正党 我们想一下公正党现在已经走了多少人 一位熟离主席 票选熟离主席 就是阿兹敏 两位票 其实是三位 三位票选副主席 两位 一位是Zurayda 一位是Zevil 就是西维尔 他们是票选的 还有我刚才说三位 还有一位是谁 还有一位是Nuruiza Nuruiza其实已经退出政治主流 退出政治主流 所以安华说要找他回来 所以他已经少了四位票选副主席 只剩三位 走了三位 只剩一位蔡天强 然后当然副主席有两位 当然副主席是谁 青年团团长 妇女主主席 妇女主主席也走了 两位走了一位 然后委任副主席有五位 五位走了几位 走了三位 一位Zugamuyang 一位Aribiju 两个是跳去阿兹敏那边 这两个人是安华 委任做副主席 不是票选的 大家要知道 委任的两位 然后还有刚才说的 Rafizzi 他早早被委任副主席 然后之后他就说会退出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很可悲是公正党到现在 还没有反省 这个是最令人伤心的 任何一个党 像龙哥刚才也说 任何一个党 你的独立主席走了 你的四个票选副主席 走了三个 委任副主席 当然副主席两个走了一个 委任副主席五个走了三个 然后你跟我说 你的党很强大 没有问题 这个真的是盲人齐瞎 有一句成语叫盲人齐瞎 是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我看到 华哥已经献来了 成绩 答安华应不应该与巫统合作的 应该有254票29% 不应该有637票71% 龙哥你怎么看这个 可以说是超过三分之二的压倒性成绩 这个就是一种民意的做法 就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这个西蒙 妥协起来 因为当初他们打出的口号 就是要打击这个国 这个当时候的国政的一种贪腐 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他们的一个结合 让这个政权更加的一个腐败 但是就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是一个民意 但是对于党裔来说 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们还是要看政局跟时间空间的发展 因为这个东西都可以决定 接下来的政权 可以怎样的一个走向 那你怎么样做总结呢 韦翔 龙哥讲得很对啊 就是党裔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不管是安华 不管是行动党的主流派 他们都很渴望的要去结合这个巫统 虽然像跟我刚才所说 根本不可能 但是他们很渴望 这就是党裔跟民意的差别 然后如果你问我 应不应该跟巫统合作 我的答案可能会有点surprise 你问我应不应该 我答100%应该 只要巫统是真心跟你合作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 你现在不能跟他合作 因为巫统根本不可能真心跟你合作 他是不可能跟你合作 他现在放这些风出来 就是利用你而已 这是这个原因 那为什么我说 如果巫统是真心的 就应该跟他合作呢 因为很简单 为了政权 你得到政权了 你才可以做你要做的东西 你才可以改革 你才可以平均拨款 你才可以纠正 慕尤丁政权所做的这些坏事 但要怎么看巫统是不是真心 很简单 如果巫统真心要跟西蒙 要跟行动党 要跟共振党合作 现在叫他出来道歉 我们不走种族主义路线 我为我过往的种族主义路线道歉 我们党内进行改革 抛弃我们种族极端路线的这条路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 而且只要巫统可以这样子公开讲 我百分百支持行动党跟公正党去找他们合作 就像当年老马 老马他可以跳出来反一刀去插巫统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大魔头 老马是一个大魔头 但我们更大的魔头是老马身后的巫统 所以老马现在 在join force来打巫统 这个是一个好事 同样的 现在的大魔头变成慕尤丁 如果巫统他可以join force来打 好事 可是前提是你要 学老马一样啊 你道歉 你把你的过错 反省 你看老马 之前我们知道老马最大的恶行是什么 1988年的司法危机 老马现在不敢说 他说那个是错的 但不是我做的 是元首听当时的AG去做的 Tommy Thomas的书也有讲到这一点 所以巫统你有本事 你现在道错 你现在认 道歉 你现在认错 说你极端种族主义路线是错的 那我就相信 巫统有一点心要跟你合作 不然是没有合作的 因为巫统根本 没有想要跟你合作的想法 你就像一个不知丑 我们讲直白一点 你是一个癞蛤马 天鹅一直在嘲讽你 嘲笑你 你还不知丑 不知羞 只是天鹅跟你打一个媚眼 你就到处去说 天鹅对我有意思 所以我要 我要一直巴巴的讨好他 我还有机会 很可悲 这个癞蛤马现在就是西蒙 就是公正党 就是澄清党 觉得是最可悲的情况 龙哥有要补充的吗 讲到我很生气 是的 我们在生气归生气了 每次我们在一起合作的时候 都会讲到故意乐乎 而且超时了 希望这个爱生活面子书 不会怪我们的 华哥 应该还有时间 通常1点15分 华哥已经放问题上来了 郭鱼亮大哥 我们的可以说铁粉 每次直播都会看到你 谢谢你的支持 各位听众也记得帮我们点赞 分享这一次的直播 然后龙哥 鱼亮问的是 安华目前在记者会上 不排除跟巫统合作 并强调会考虑 不是直接宣布 请问两位评论员 从上述的角度来看 如果安华真的跟巫统合作 这会不会对华裔和印裔的选民反感 尤其是多年来支持反对党 这次会不会对这个决定感到失望 龙哥 是的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政党的那个本性 就是要制造权力 跟保住权力 他是不是你华人 印度人 马来人 曼加利人 什么人 外劳 对他是不是生气 情绪上的东西 其实并不是一个 关键的一个东西来的 那是我们一种民间的形象 民间的想象 OK 所以有时候 民意不代表党一 党一不代表这个领袖的 最高领袖的这个 意见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不要太认真来看这个东西了 嗯 我补充一下反感是一定会的 反感是一定会 因为现在的武统根本没有改变 老实讲 刚刚509变天的时候 巫统最脆弱的时候 其实那个是他最容易促成 他转变的机会 很可惜当时的西蒙 没有把巫统逼向墙角 在他脆弱的时候 没有趁他并揉他命 马华也一样 没有在巫统最脆弱的时候 来迫使他的转型 结果巫统挺过了那一年的低潮期 后来就满血回归 赢了很多场不选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情况 这是最可悲 最可惜的情况 马来西亚最大的问题 就是巫统 当然第二大的问题 你可以说是老马 但是老马跟巫统 的22年执政是合而为一的 老马在西蒙的那段时间的执政 跟他那22年是插天共地 他连要当一个教育部长 兼任教育部长都不行 然后要委任 Ratifa Goya公正党的人 要委任开明派的大法官 Richard Marajon 第一个非巫医的大法官 然后委任Tommy Thomas 总检察长 所以情况就是这样子 巫统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所以肯定大家反感是一定的 但像龙哥所说 他们为了权利 就像刚才那个已经想吃天鹅肉 想到口水已经流了300多天的人 已经流了一年多的蛤蟆 这个天鹅帮他 只是跟他打一个媚眼 跟他打一个眼色 他就说他对他自己有意思 别人再怎么讲 这个赖蛤蟆还是赖蛤蟆 他就会这样子认为 所以这是最可悲的情况 华哥来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 在这里也呼吁大家 点赞分享这个直播 又是郁亮大哥的 马来选民对西蒙的支持率 只有10%左右 反而巫统的比例比西蒙高 请问两位评论员 巫统和土团之间 对于马来选民的信任度有多高 伊斯兰党方面 为第三者的角色 要如何跟巫统和土团党 保持良好关系 尽管安华提出跟巫统的建议 但遭到其他反对 请问两位评论员 如果最后跟巫统合作 这个是刚才回答过的 所以你问了三个问题 龙哥怎么看 第一个问题是巫统和土团之间 马来选民对他们的信任度有多高 然后伊斯兰党要怎样保持 这个巫统和土团里面第三者的角色 然后如果公正党安华跟巫统合作 西蒙其他反对党会割席吗 三个问题 龙哥你怎么看 是的 其实巫统土团党跟伊党 我总是觉得他们是一个临时凑合来的 一个组合来的 因为他们毕竟是真正的天敌 有你没我的 他们才这三个党互相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兄弟的关系 是天敌的关系 因为只要我上阵的那个区 你也可以上阵 那举个例子 其实伊党跟行动党反而变成不是天敌 他们是互相帮助的 但是他们的观众 他们的选民想要看到他们打架 只有打架 他们才能保持权利 大家不懂 明不明白我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回回去 就是这三个所谓的兄弟 其实不是兄弟 他们是天敌 那巫统很清楚这个的游戏规则 我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拿政权而已 下一届你自己吃自己 我要哭你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这三党他们就是打来打去 那你有问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安华想要跟这些政党来合作 他会不会流失他自己的小圈子的支持呢 就是所谓的西蒙的这个支持呢 没错 他会流失的 所以他在谋算这个东西的时候 究竟他的意思是什么 是真的是要去结合他们的势力呢 还是要吹风保着自己内部人的希望呢 还是什么原因呢 这些都是只有安华自己知道 那我们人民几是知道呢 就是在大选过后你就知道了 因为到大选的时候 你才会看出他们露出他们想要的一个真面目 好 龙哥讲得很好 这里我就不补充了 我们就把时间给多一个问题 华哥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 还有问题吗 我们如果没有 我们就直播 就交给龙哥来总结 我们今天讲得很爽 每次跟龙哥最佳拍档 跟龙哥的直播就是最轻松的 因为我跟龙哥也合作最多次 默契也最好 所以龙哥来 先交给你总结一下 我们这次的直播 总结一下就是 我要学和韦翔每次所讲的 请like share跟comment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才能经常出现在这边 谢谢你的支持 对 大家记得要支持一下 我们其实刚才讲了很多 今天炮火隆隆 除了刚才我一开始有一点卡 之后都很顺畅 所以时间上也讲了很多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刚才我看有大概1800 1900位独有蛮高的 大家记得点赞分享这次的直播 然后龙哥讲得很对啊 党意跟民意 其实我们只有在投票的时候 这些政党才会来剖我们 才会来关注我们 投了票之后 他就不当我们一回事了 所以我一直都跟大家说 千万不要把这些政治人物当作你的亲人 他不是你的亲人 现在你不要问我 我支持谁 我谁都不支持 因为这些政治人物是我的敌人 我是要监督他们 做得好称赞 做得不好骂 其实你做得好是应该的 你拿我的钱 你帮我打工 你做得好应该的吗 你做不好你就施责 但是你做得好 我们还是要撒扬你一下 你做不好我们就应该骂你 我们的责任是监督 不是支持 支持只有在大选的时候 他推出他的阵线 推出他的结盟 我们才来考虑谁要支持 因为即便是两个烂苹果 我们也要选出一个比较不烂的 因为如果你不选 就是别人逼你吃 他认为的那个苹果 你连自己的选择权都没有 除非你要离开马来西亚 所以情况是这样子 大家千万不要说这么差 我们不要投票的行动党 也要跟巫统合作投什么票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不管怎么样 即便是两个烂苹果 我们也要把自己的微波力量 现出来 因为每一个人的选票的力量 是很小的 只有当这些力量汇聚起来 他才有力量 可以跟这些政治人物抗衡 而要汇聚成巨大的力量 每一个人小小的力量 都是很significant 很重要的 所以最后我就用这个 来作为总结 今晚的直播就到这里 我们也谢谢龙哥 谢谢华哥的安排 还有最重要 谢谢现在还在线的 1700位独有 1700位观众 谢谢大家 记得点赞我们的 iLifePost 爱生活专业 还有南洋三报的专业 谢谢你们今天的 一小时二十分的陪伴 也谢谢龙哥 下次再见 龙哥你 下次再见 最近太忙 很少来我们的直播 要多来 OK 感谢大家 谢谢 儿��� 个人 别 二十分之毒 чет 可 彩 你 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